咱说这个动作可太接地气了 那真是 这也算是全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运动之一 这算运动吗 一项调查显示 有91%的成年人承认他们经常挖鼻孔 平均每天挖三到四次 我估计剩下的9%可能只是自己不好意思承认 但是偶尔挖挖鼻孔并不是什么太过于危险的事 就算不小心导致鼻腔受伤了 也能够很快自然愈合 但是有些人喜欢不停地挖挖挖 可能会造成长期损伤了 而且那一不小心危险就会趁机而入 各位这真不是危言耸听 咱说近日深圳是一名15岁的女孩花花 就因为挖鼻孔导致炉内感染差点丢了性命 具体来说是怎么回事 这小花花平时就特别爱挖鼻孔 这每天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之余 就喜欢一边挖着鼻孔一边思考人生 尤其是天气干燥的时候 常常刚挖完没多久 她的鼻子里怎么又觉得又痒又咳的感觉 于是就如同着了膜一样 又不由自主地将手指伸到了鼻孔里 这绝对是重度的挖鼻孔爱好者 那花花把鼻子能挖到初喜 然后结佳了再继续挖 是越挖越卖力 有天早上花花睡醒之后 觉得这个鼻子是又痛又痒 这一摸发现鼻腔靠外的地方 鼓起了一个大脓包 这以为是暗窗就把它挤爆了 用自来水清理了一下就没再管它 可是过了没多久 花花就开始发起了烧 体温达到39度 一侧脸都肿了起来 眼睛也肿得睁不开了 家人立即将它送往医院 这医生说了 这花花鼻腔的大脓包 并不是普通的暗窗 而是因为频繁的挖鼻孔 形成了鼻前亭接种 再加上花花的粗暴处理 这农业逆行到了头部 造成了炉内感染 这个病有个学名叫做海绵痘血栓性静脉炎 资料显示这是一种非常严重 并且死亡率比较高的疾病 还可能引起患者失明 所幸的是花花就诊比较及时 经过大半个月的抗感染 抗炎的治疗 已经康复出院了 说到这儿呢 不少人可能会问了 说你挖个鼻孔也不是啥大事 几乎人人都做过这事 那怎么花花就这么严重呢 医生的解释是 人体本身存在着完整的血脑屏障 一般情况之下 这病菌是很难进入炉内的 但是呢 有一条小路很容易被忽视 那就是面部的危险三角区 它以人的鼻梁根为顶点 至两侧嘴角连线形成的三角形区域 这个区域啊 血管特别的丰富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结构呢 就是海绵痘 它与炉内是相连的 承担着头部的血管和神经交通枢纽的作用 大脑中静脉 眼静脉和视网膜的中央静脉的血液呢 都汇聚在这儿 眼神经和上合神经的也从这里通过 它一旦出了毛病啊 交通要到被堵塞了嘛 它就容易发炎 事可就大发了 哎呀 这这么有隐患的行为 为什么会扣鼻孔扣上眼呢 其实从生理上来说啊 扣鼻子的首要作用 那就是清洁嘛 当呼吸不畅和这个鼻子有异物感的时候呢 就会让我们抓狂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通过这扣鼻子啊 来把它除掉 那么从心理上来说 挖鼻石的动作 刚好会刺激鼻腔的没烧神经 这种舒服的力道啊 会随神经信号一起传回大脑 从人家分泌多巴胺和内非态等 让人感到愉悦的物质 虽然说啊 挖鼻孔呢 可以让心理和生理舒坦 但是对健康绝对是有危害的 除了上面咱们说到的 花花德的海绵痘 血栓性静脉炎 挖鼻孔呢 还可能会让鼻孔扩大呀 鼻子变形啊 还有鼻前停和鼻腔粘膜破损啊 还有损伤鼻毛引发毛囊发炎 导致感冒和流感发生 哎呀 这么多的危害 但是咱们还想清理鼻腔怎么办呢 其实应对方法是很关键的 比如说咱们可以用这个棉签 战湿啊 用温水呢 来清洗鼻孔 那对于这个鼻孔里的硬块呢 可以用生理盐水 对鼻腔来进行清洗 使其软化 再用棉签来进行清理 平时呢 也可以给鼻子啊 咱们按摩 用这个双手中指的这个指腹 分别放在这个鼻子的两侧 反复的揉一揉 咱就说听说过踩耳 就没听说过踩鼻的吧 踩鼻 总之呢 健康无小事啊 挖鼻孔要不得 亲们都得手下留情啊 停止伤害鼻子 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吧 对